我們身體難免會有一些受傷 比方說肌肉的受傷 或者過度的緊繃 可能造成這個筋膜的各式各樣的症狀 那當情緒的焦慮跟緊張的時候 也都會讓我們身體這些症狀惡化 其實壓力最常造成的問題是疼痛 哪裡疼痛 就肩頸疼痛 或者腰痠背痛 頭痛 對對對 像某些YouTuber 他就是那個影片上傳不順利的時候 覺得很緊張 就開始肩頸僵硬 第一個會感覺到肩頸僵硬 那其實有的人 就像一般上班族 上班肩頸就僵硬 下班就好了 其實這都壓力造成了 他們其實叫這個 這個叫肌筋膜疼痛症候群 那像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患者大概四十歲 他是在幫別人下單的 股票下單 他就是早上來 就是說 我早上一上班 我就覺得這個很痛 就脖子很僵硬 什麼時候最僵硬 大概是十一 十二點 他是證券業 我覺得那時候可能單比較多 他就覺得是超僵硬 可是他每次只要過一點半 他就覺得好像好多了 下班就很舒服 對 特別五六點之後回到家好更多 然後還有很多患者是說 我平常這很僵硬 可是我一出國就好了 哈哈哈哈 那其實這些就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肌筋膜疼痛症候群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這個比較人體比較大的圖 那這是人體常見的一些肌痛點 他們會叫板肌點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按了 按了這個地方超痛 就紅色越大越痛 然後他會擴散到其他地方 所以人常見的地方 人常見的肌痛點 其實有這麼多地方 那大家肌筋疼痛的地方 其實是在這個紅點的地方 嗯 這個家有所謂 每個點我都好像有的感覺 哈哈哈哈 真的很多很多點都有 最常見是這個 這是所謂的上斜方肌 那第二個是所謂的提肩胛肌 這是我們肌筋僵硬的來源 那這個像這個圖 我如果我們去拿電子纖維鏡 我們把它放大 其實你會看到一顆一顆的 那是什麼東西 就是中醫的氣節 就是你去摸一個肌肉 會有一條硬速的地方 然後壓了你輕輕捏 哦 超級痛 嗯 然後好像揉一揉 好像就散開了 對 然後過不久 你如果壓力大 他又緊起來了 所以好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肌筋磨疼痛症候群 裡面有板機一點 那你如果一直很緊張 壓力很大 你就鬆肩 譬如說你被老闆罵 你第一反應就這樣 對 那你其實就會肩緊僵硬 所以如果我們壓力太大的時候 肩膀鬆起來的時候 你要記得 哦對 身體要放鬆 或者舒緩伸展 深呼吸 然後去做一些運動 壓力不要太大 有些人壓力大 或者長期的姿勢不良 或者這個習慣 或者這一個狀態不良的話 事實上也可能引發各式各樣的 關節發炎或疼痛 其實壓力會引起這個 孽額關節痛 就是像有些人緊張就開始咬牙 對 那久了他可能這邊就痛 對 那以前我就是我一個大學同學 他成績很好啊 書卷獎 然後他很特別 他就是會這邊痛 然後他就一年就痛 大概半年就痛兩次 大概哪兩次就考前 好 考完試就不痛了 考完試就好了 但是他這個一直發作真的很煩 那其實到了很多年之後 我才知道這個是孽額關節痛 那其實孽額關節痛 如果我們來復健科的話 你要先去看牙科 你確定你真的不是哪裡注牙 或是哪邊有問題 那你來看復健科 我們復健科要看哪些方面 第一個是你頸椎有沒有問題 你頸椎有一些頸椎退化 或是姿勢不良 造成這裡疼痛 其實會造成這裡疼痛 因為他是頸椎會影響到這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有沒有骨架不平衡 對 有的人是單邊扁平足挖一邊 骨盆挖一邊 你這個剛剛兩邊壓力不一樣大 所以我們要調整這個 平衡 這個平衡的問題 比如說足弓骨盆 第三個就是你真的這邊有受傷 這邊有一個孽額關節軟骨 那你如果確定真的是這邊受傷 我們就對這邊進行局部注射治療 其實這個是會改善 注射什麼 注射可以注射一些增生治療 譬如說高濃度葡萄糖 或是血小板 讓這個軟骨修復 所以我們其實要先找原因 你到底是什麼原因 壓力過大 那就減緩壓力 那如果壓力一直會有 那我們就看看還有什麼可以調整 就調整骨盆 調整頸椎 或是直接執行這個注射治療這樣